今集我們來到大埔 食命蜜 不踩單車 踩船 還去到最美的沙灘觀景台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朗 Hello Frankie 我們今天來到大尾督這邊 做一些水上的運動 其實我們是玩水上的 那些叫甚麼 搭搭船 甚麼呀 鴨仔船 鴨仔船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不過剛好我們過來的時候 塞車是塞了很久的 因為撞了我的車 現在大概下午3點多 我們在熟食市場 吃完東西之後就過來 如果大家同我們一樣 由大埔虛站出發的話 可以在A出口那邊 新達廣場方向 去試一下大埔的命蜜 先把衣著套 經過新達廣場方向 前面一路直走 就會有一條有蓋的行人路 一路順著人潮直走 走到盡頭再轉右 就會見到這間 大埔數街別離的 熟食中心 它位於大埔去街市上的熟食中心 集合了30多間小店 大部份的店舖食物都很有質素 而且價錢都比較便宜 來到二樓的熟食中心 已經看到超級多人 如果大家準備出發去大美督的話 最好就避開這些五線的人潮 這裡的名物很多 我就逐漸逐漸說了 我就選了這裡的豬扒麵 我們出發前就去了大埔的熟食中心 試到這裡的其中一個名物 就是這裡的炸豬扒麵 上海麵 非常棒 我吃這一間的炸豬扒麵 是來自世紀的 它跟另一間很有名的 叫東忌的豬扒麵 其實它們兩間是兄弟店 但是Frankie就非常不開心 反脾氣 因為要等了吃半小時才有吃 而落單的時候老闆沒有說到 剛剛來的麵 但其實是挺好吃的 這個炸豬扒給大家看 虛外人來說 冬季世紀的味道不會有很大分別 麵有點像烏冬 臨得來也挺有咬口的 是我喜歡吃的那種口感 它的湯底拌上辣椒油 吃下去是很香口 很好吃的 有人說世紀的炸粉是比較厚的 但吃下去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它是極脆厚的 調味又不會超過了 我覺得這間真的很好吃 整體來說 這個價錢也算是物超所值的 吃完東西之後 熟食中心的門口 已經有小巴出發去大尾督 很多人都喜歡在大尾督駛單車 但我就喜歡玩這些低低能量的水上活動 前面這些就是鴨仔船 有沒有看到 它都排在這裡 好像上了新的貓貓 還有一些天鵝 其實今天天氣很好 但我們先買了東西吃 好興奮 好興奮 我們好想不會出去玩 我拍了你那些 很傻的樣子 哈哈 因為我其實為何想去這裡 我們之前看過馬家貓的介紹 他說鴨仔船好像整容失敗一樣 這就是傳說中整容失敗鴨仔船 這張照片是P的圖 真樣是有眼疾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另外還有一隻卡通熊 不是紅大的生物 發現這裡是有兩檔 一是前面這一檔 生理租艇 另外有一間 好像是賓景租艇 賓景租艇 它有一些新型的貓貓鴨仔船 是我想要的 我們租的腳踏船 是二人款式 80元一小時 三人八二元 四人八六元 這間主要是提供天鵝 和貓貓款式的腳踏船 我們可以在這裡選救生衣 外面就是 大家在等著上船下船的位置 你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拍得到嗎 對呀 真的有貓貓 我們那隻貓貓是這樣的 看看 看看 這麼像你 這裡的貓貓腳踏船 有些很可愛 但有些是拍得到旁邊的 整容有眼疾的鴨 我們選了一隻沒有耳 那個樣子很拱 很好笑 這個應該沒有速成班吧 慢慢踩就可以了 我們剛剛下船 但船完全不受控制地 因為今天太大風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控制不了了 不好意思 它實在太大風了 我嘗試一下 向後吧 扭得向後嗎 是嗎 要向後嗎 應該可以向前 應該可以向後吧 我們已經是 離開到 剛剛上船的位置了 我們現在好像給了 80元來做 很金香 這裡有很多其他船 但其實不用不停踩 你看其他人都沒有踩 慢點啦 慢點 努力 本來我們都打算 隨水飄揚算了 但這天真的太大風了 除了不停撞船之外 我們還要捉招 最後要租艇的店舖 派人來拯救我們 唉 真是很醜 Frankie說以後 都不會跟我玩這些水上活動 這麼大體力消耗之後 我們就去一間隱世咖啡店 近年在龍尾灘附近 都新開了很多間咖啡店 大家可以慢慢找 由鴨仔船走10分鐘 就可以到達這個新的人造沙灘 就是這裡了 這是新起的 沙灘 雖然現在沙灘沒有開 但坐在這裡吹海風也很舒服 好漂亮 其實這樣看真的挺漂亮 這裡本身其實是一個 有很多不同生物的泥灘 環保團體一直都很反對興建 但最後政府都花費了2億 去建造這個泳灘 你看到嗎 它是那隻熊仔船 對呀 已經去到沙灘了 嘩 它飄得這麼出很嚴重 它是去到遊艇那些位置 這麼大風其實不應該租船給人 都有另一間中逢的 紫色那一間 都是被風吹走的朋友 其實這裡也挺開洋的 雖然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沙灘是關掉的 沙灘沒有人的時候 原來都真的很漂亮 下面一個白沙 這裡有看到很無敵海景 是一個打卡的好地方 一望無濟 看到我們剛剛坐船的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 應該是小食亭 但它現在就關掉了 如果有賣食物 可能一邊在這裡喝東西 這樣看著這個無敵海景 真的很舒服 今天我們的行程 就由大尾督 玩到裡面的村屋 再玩到外面的人造沙灘 最後來這裡打卡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留言、讚、分享、和訂閱 Bye Bye !